张欣怡跟我说你油腔滑掉 满嘴歪理 但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别啥都信 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你的吗 就上次咱仨吃饭去了 你上次要走去了 不是 他还跟你说我了 他说啥了 他说他觉得你这个人不懂幽默 相处起来肯定特别费劲 我当时我还反驳他呢 他还说咱俩不合适 说你画大饼 说你配不上我 他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他觉得我志向比较远大 他说我是潜力骨呢 他说他怕你笨 怕你拖我后腿 不是 不是 他啥意思啊 这不很明显吗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你不好 跟你聊天的时候说我不好 记住大家 就是想搞破坏 我想你也早就看出来 我早就看出来 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问 这啥意思 这件事咱俩知道就行 你俩也相处这么长时间 别因为我又破坏了你们的闺蜜情 以后你就多展个心眼呗 别他说啥 你就信啥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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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